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開場的主持人 秀平 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帝王術在東亞 那帝王術 什麼叫帝王術 我們基本上可以做一個比例 帝王術通常我們指的是一個統治者 如果以樓上對下 他怎麼樣去進行一個有效統治的一本技術 那帝王術它本身不是一個負面的名詞 我們與其說它是負面的名詞 不如說它是一個我們把他做一個分類的方式 那這個帝王術的部分 當然為什麼我們題目叫做在東亞 因為我們也許我們講到帝王術 我們西方我們會想到誰呢 會想到那個馬基維利的軍王論 那在這個東亞地區最有名的 這個所謂的統治的技術與哲學 在這邊融合把這個統治的哲學做一個括號 因為我們也許接下來的帝王老師的說明裡面 大家就可以了解 這個所謂的儒術、儒學 它究竟是一門學問、一門宗教 還是說其實是一個技術 而這個人的技術名字叫儒 那它跟儒的本質 或儒究竟有沒有什麼叫做它的核心本質 這個核心本質 與權力流動之間的關係又是怎麼樣的 這個可能我們必須從另外一個角度 我說的另外一個角度當然是說 指了說在台灣我們長期受到所謂的獨家文化 所謂的大中華文化的影響底下 大家覺得那是一個根深蒂固 甚至是已經形成所謂的道德規範的經驗底下 這樣的背景以下之後 我們也許透過黃明星老師 以及雨潭的林老師的對談之中 我們可以重新去審視一下 這麼多年來我們所受的教育 所謂的儒學 或所謂的兩千多年的獨家文化 到底是什麼 或者對於我們台灣的未來 或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 有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我們到底該選擇怎麼樣的行路 那我在這邊也就不多佔用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黃文雄 黃老師請 黃老師跟大家做個分享 謝謝大家 我用中國話來講 因為我受中國教育只有九年 那我到去年為止在日本 只有五十多年 所以我很少用那個影響 因為可能年輕一代比較聽得懂 但是我要經過大腦去翻譯成這個中國話 因為我從日語要翻譯成這個中國話 但是我這邊有一個大前輩 那個Alvaro 我如果講不算的話 拜託他給我翻譯成這個中國年 那我用北京話來講 可能是大家比較多的 因為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大概在儀館裡面寫了十六點 但是只有二十分鐘可能講不完 因為重點我來講 因為我不做更多的解釋 我想今天要講的 我以這個很簡單的 一二三四來列十六點 但是可能講不完 但是如果以後有時間的話 因為我很想講就是說 很多年輕的 我們的下一輩 大概對哲學都非常有興趣這樣子 但是我很想講一些 關於台灣人應該要用什麼哲學比較好一點 但是今天可能是沒有哲學時間 以後如果有些人說 你打電話給我 我就跑回來講 我現在是講一個結論 因為我今天比如說題目是辱貨 但是我要講的不是只有辱貨 因為辱貨以外 我要講的是一個什麼叫做道德 還有另外一點是說 對中國思想的評價 到底西洋跟整個世界 對中國思想文化有什麼評價 因為我到去年為止是在日本治了五十年 但是我的想法可能是跟台灣為誰寫著 或是在這裡突出的一部分就一樣 但是我個人的感想 我從第一點先來講 拜託你跟人家有什麼意思 你太好了 你太好了 叫我不要再說 第一點 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影響我們的想法 關於我們這個看法跟想法裡面 最後我們影響最大的 一個是語言跟文字 另外一個更大影響就是宗教 那日本人的想法 為什麼跟中國人會不一樣 因為中國是以主教傳統做中間 日本是活教不一樣 所以活教的人跟主教的人想法 跟方法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是我先做一個結論 第二點就是說 大家大概是受到這個漢字文明 這個漢字文化裡面影響是很大的 但是漢字文化裡面所得的結論 比如從漢字文化教養出來的人 他思考範圍是非常窄 會很大 這一點如果有學生的話我一定相信 因為譬如說整個世界文明跟思想裡面 對中國文化的評價 可能大家都認爲 這個知識百家是好像包括世界所有的 文化跟文明裡面都都包含在這個知識百家 知識大國裡面 但是事實上在整個人的思想史裡面 對這個知識百家的評價 認爲中國所有的思想 古代思想就停止在什麼地方 提出在這個叫做漢字文化跟 就是你的世主兵法也是一樣 還是其他所有的老庄思想 包括古代思想 都是屬於這個漢字文化的 但是中國 活教是從那個漢代 漢代後期傳到中國的 但是漢代後期傳到中國以後 活教 清過差不多700年以後到宋的時代 有那個禮器之血 那時候中國才開始有這個認識論 比如說你對於一個問題的觀察 你要以這個很科學的來看的話 就是要認識論 但是活教是非常早就有 幾千年前就有這個 怎麼以科學的方法來認識 但是中國的文明程度是非常低的 低到什麼程度呢 比如說裡面出國有七位的話 我介紹你們看一本是那個 是那個空海大大師 叫做洪華大師 空海他寫的時速新聞 我曾經將那個時速新聞的 這個活教哲學 他也不是十歲的活教 他是那個印度的密... 密宗 密宗是叫做密宗 密宗 密宗 他那個空海大師 他所得的時速新聞 我曾經把那個空海大師的時速新聞 跟那個黑格爾的精神限量寫 比較 我寫的論文 差不多一萬五千字左右 我辦到台灣那個誰哲學 歡迎他沒有辦法歡迎 因為活教哲學是很難歡迎 他比如說你是誰製品哲學 或者是西方哲學的 你沒有辦法歡迎 比如說天哥你可以歡迎 但是那空海的哲學 沒有辦法歡迎 所以我認為這是非常困難 但是呢 我為什麼會提那個空海大師的 那個空海大師的 他對這個中國書想幹嘛 比如說魯家書想 他將這個人類的精神發展 分成十個階段 那個動物的是叫做第一住心 以動物才發展出來的 他叫做第二住心 第二住心一個意思就是魯家書想 是跟動物差不多的 那個第三住心是老專制思想 所以他會從十個階段 當然十最高階段是那個密宗 這是讓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說 整個中國漢字寫出來的文化文明 在整個世界的這個思想跟屬於裡面 是全世界這個水準最低的 這一點呢 你們如果多看一些別的文字的 你們就知道 中國的思想是整個人類裡面 是水準最低的 所以做中國教育的 如果沒有其他語言來補充的話 我看是文化素質都非常低的 你看這個中國人到世界出來 你們就知道他們的這個品格跟品性不高 這一點是我提供太太做一個 還有一點就是說 萬一人力道德的 我在日本 我是差不多到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才剛出現的時候 日本這個社會它為什麼會有 超越道德的這個傳統文化裡面 我到日本以後 我從七十年代我再開始發現 第一個我發現的是那個 伊達政政中 他的那個 他的家 他的叫做 家庭 家庭 就是說 你要去家庭的家庭裡面 他對那個一般 人力以自信 日常在一起 他做一個團體 譬如說 剛才告訴我 他說超人 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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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發現我很驚喜 那我是從1992年 台灣才開始當我回廊 我是黑黑暗 我回廊的時候 我正在找回廊跟他談一些中國的團統文化 但是他聽到以後他很驚喜 他說這個人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但是我是七年代 經過那個一大政眾的教訓以後 我在讀到那個叫做那個以前那個交流戰爭的時候 日本的外交部團有一位叫做 叫做那個什麼 叫做盧浩宗光盧子 他喔 他因為有一段時期是那個 他跟那個藝人柏人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段時期他是政治外人 被縮容到那個建議裡面 他在裡面反映什麼 反映歐洲的那個公益主義的 他在裡面發現說 奇怪這個盟子所講的這個義就是利 他才發現 在日本很多這個 比如說我跟董陽談過這個事情 他非常驚喜 他說日本也會說有這個事實講 他嚇了一跳 他說中國是全世界一直到國 但是事實上 中國人是從小時候教道德 教了兩千多年 中國人結果 比如說民間學者來看中國 教了兩千多年道德教育 但是事實上 中國人道德是 是欲望最高道德最低的 所以給大概 在連那個什麼 不是民間的誰先在講 連那個鄧小平跟陳雲 跟志鎔基跟那個曾慶隆 他們都這個 中國的文化跟這個道德不高 他們都有說 你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看他們的效果 所以 因為台灣 整個台灣的教育裡面 都以這個道德為最高的 這好像是說其他國家沒有道 但是事實上 我們對道德看法是 每一個國家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如果是受盛土價思想 中國思想教育的 你會認為是 全世界最重要是 以道德為最高的 比如說曾上遠的話 你會以善 來做為最高的價值觀 但是事實上 道德教育是實於什麼呢 因為西洋人 還有印度人 還有日本人 這個不是以這個善 是以這個免 比 真 真上免裡面 免的名詞是不一樣的 西洋人是以真 那這免是以免 這個重點是以善 那印度人是以聖為 這個最高的價值 是免的很不一樣 但是事實上 道德在整個 我們人類的精神史裡面 道德本來西洋不如必要道德教 因為通常西洋人跟印度人 跟有宗教思想的 受宗教影響很大的 大概說是 有宗教就不要有道德 因為道德的次元是非常低的 比如說你最高的次元 最高的次元 那個次元 不知道怎麼講 次元 你那個次元最高的就是宗教 宗教下面才有那個比因尼 這個比因尼跟道德是不一樣的 因為尼尼包括封屬傳統習慣 還有社會規範 是不一樣的 最高的就是那個宗教下面就是尼尼 那個在下面叫做道德 就是最低的成熟的東西叫做道德 但是呢 道跟德是不一樣的 因為道 道這個東西是屬於公的 德是屬於輸的 輸的叫做德 公的叫道 所以每一個國家要看的 比如說做辱教教會的人 他會認為 一般中國人道德最高 但事實上結果是最低 我認為說最低的 因為有兩個 我是一直輸搞了好幾十年 那個結論我是這樣講 因為我讀過那個阿薩斯密斯 他寫的這個 叫做中國人的根性 是很有名的 大概一百多年前 以前 他是青桃默默的 是美國的傳教師在中國 寫了他分析中國人的性格 叫做阿薩斯密斯 他在中國傳教三十幾年 他發現中國人為何找不到良心 因為中國人是失掉良心裡面 所以我一直在說 會說中國人良心 都沒有一個人有良心的 他找不到中國人有良心的 那我讀他的那個中國 他對中國的看法 他是傳教師 所以傳教師他是一個 母師 所以他看整個人的良心 是從信仰裡面來的 因為中國的道德交易 最後的結論是說 你道德交易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時候 你說教育出來的人 不是為善的就是獨善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輸了非常久 因為道德教育是外來的強制 你要有這個宗教信仰 才把你的教育 才能夠收到你的宗教信仰裡面 但是你沒有辦法信仰 所以魯迦教育的思想 最主要是說 他教育出來的人 不是獨善的就是為善的 所以我這兩個結果 那個良心為什麼會失掉 就是你這個 什麼叫做人什麼叫做義 你爭論了兩千多年沒有結論 那個孔子的這個論理裡面 他講的好像是86次的人 但是學生問他老師 這人是什麼意思 他講不出來 但是呢 一時從中國整個書想史裡面 爭論了兩千多年沒有辦法 找出一個結論 什麼叫做人什麼叫做義 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沒有開任規定的東西也許 你從外面強制說 你要人啊 你要義的話 結果就是為善的跟都善的 就把那個人手必一定有的良心活動掉 所以有這個前提 所以我叫做蠱惑 我真的蠱惑 問題我對中國思想在講 但是呢 我是好像是1964年 我是聽過那個法國的那個 叫做十五戰族的 一宗族 十五戰族的那個 差不多叫做 殺殺殺 跟那個以前那個俄羅斯的 蘇聯時代的那個米高雅的 也很講過 我以前在找到人大學 我現在大概是一幾二歲 我聽過他們的 對哲學方面的 還有整個政治 當然是受他們的這個影響是很多 但是整個看我 比如說 我有一點是非常難的意思 每一個名字他所看的 他所想的 受了他整個語言跟宗教信仰的影響的關係 比如說一個自己的理由 比如說 印度的那個 盤奏心經 盤奏心經的那個 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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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話的發言是 心 心經 那個 盤奏 盤奏 盤奏心經 比如說盤奏心經 他整個思想體系 他是講那個 空 但是呢 中國也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空是什麼東西 沒有辦法說 中國是以這個無來代替這個空 但是傳到日本的話 自己是心 心 心 我們是心 日本人來講 因為我在日本生活五十年左右 我認為日本人的基本的想法 跟中國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共識人 所以我從日本來看中國人 我看得好像說 每個人都是 沒有人有在船船 那個想法 那有一個歌 那就是什麼歌 我可以叫 跟中國人交叉 怎麼樣 沒有那個心 愛病才會贏 愛病才會贏 沒有那個心 心得分不難 因為這真的就是說 我們整個精神史裡面 找出心得分不簡單 所以免個名字 還有每一個名字 特訓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呢 那我的研究的結果 我的書上是很清楚 就是說 這個魯獲 這個魯教師長 所有這個魯教師長的教育 會把我們的良心剝脫掉了 這個是我的發現 那個我相信 為什麼呢 那我寫得非常詳細 但是因為今天這實驗的關係 現在出現 還有關係 還有關係 幫我用這個 這樣我那個就有十六點而已 但是呢 比如說 我對中國的看法 比如說 比如說 我看這個國民黨 跟共產黨 跟那個迷運的 跟法輪功 我看的都是一樣的 我的看法是 不是以中國來看的 我是以中國人來看的 我比較多一點 我是以中國人來看的 不是以中國人來看的 是以中國人來看的 大概想法 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了 所以 我有三個 提醒 就是我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個人是 可能 大家會聽 這個人是講得非常 五乱單身的 我的看法就是說 第一 只要中國存在 中國不可能會有民主化 這個我相信 那詳細的 我再說一句 中國這整個 社會的結構 你中國存在的話 沒有辦法 因為民主 跟中國 是 因為 如果要 從歷史來看 我們這個民主 不是一直去進步的 比如說 那個羅馬帝國 他是從羅馬共和制 從你民主 進步到那個 帝國很出彩的 所以 這個 要有條條性 你太大的話 沒有辦法 但是 民主是屬於 你小國主義的政治心態 所以我的看法是 比較無斷的 但是 很多民主 異種家 可能不會同意的 但是我的看法是 第一 我有三個 這個特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中國 只要存在 絕對不會有民主化 第二點 我 我常常講 但是 一般 中國 特別是做民意的人 他們都會覺得 非常反感 我說 中國人的夢 所以跟整個人的夢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 第三點 我認為 現在世界參加聯合國的 雖然有194個國家參加聯合國 但是事實上 現在所有的國家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民主問題 因為 比如說 歐洲大概是 大概是單獨一個民主 一個國家是非常少的 但是亞洲也只有這個 日本跟韓國跟北韓以外 都是多民主國家 比如說 中國大概有五十幾個民主 那個越南 那個到小的地方 也是有五十幾個 那個 那個 緬甸大概是一百三十五個小數民主 那韓以兵是一百八十個 印尼更多 印度更多 所以現在 國家有稅收 有很強大的金錢 但是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民主 民主太多了 大概有國家的十倍以上 所以可能 到你們的年代 我們已經看不到 可能到你們的年代 這個二十一世紀的後半 整個民主問題 我們要自由西索稿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未來的課題 所以我看到是這樣的 你們的年代 四十七 沒關係 沒關係 那麼 大概你們如果看那個什麼 你們如果看那個網站的時候 我的名次來 大家都被會大罵一場 比如說 大概黃偉雄這三個字 前面一定會寫說 惡民昭治的文匹 黃偉雄 我的名字是誰 那叉叉叫就可以了 為什麼會惡民昭治的文匹 因為 因為我講的話是 是非常直的 鎮定 就是說 我對中國的說 就是說 我們看中國的話 不要以這個數根量去看 我們要以直徑 物質的徑 本質去看 這給我看 那個對中國的 一般我們日常聽到的 我們 我看了兩種 一個是說 逆聽話跟逆觀話 就是說 說很好 我們做的一定是很壞 就是逆觀 逆就是反律 直接幹 逆觀跟逆 但是最近我有出的詩 我那個詩是 叫做假說法 對歷史的看法 是假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 還有一點 不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看中國的話 很少從最根底的去看 因為大概中國在談這個中國 整個歷史的話 都以這個道德 只會得 跟這個整個這個 從文化上去看 但是事實上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從自然 自然的這個法則 跟社會法則去看的話 被看都會當其禁止 比如說 有的人可能會問我說 為什麼中國一直 那個 魯教士講會有兩千年 一直不會變 但是我一直在輸導這個問題 因為 本來中國這個地方 上面有一個黃河文明 下面有一個長江文明 但是 魯教士講是那個黃河文明的一個歷史殘入 這個 老莊士講是那個長江文明的 是不一樣的 因為 南部是比較自然 但是中國 已經一直輸掉自然 所以沒有魯教士講 是沒有沒有辦法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 從自然去看魯教士講 為什麼一直兩天都有覺得 因為中國 那個自然環境是 從那個漢代以後 就已經破壞了差不多了 因為 大概 一堆船 大概是八百人是差不多了 你整個森林破壞掉 你那種 會 水災跟旱災 所以整個 這個自然的 這個環體的消失 對那個魯教士講 是影響非常大 因為 他沒有辦法回歸自然 因為魯教士講 他重點是在人為 不是那個 不是自然 那個 老莊士講是以自然 如何對付自然的中心 所以 中國已經沒有自然 所以 一直要人為 並這東西 這個意思 還有 還有幾點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 以這個 近代科學 來看中國的話 我想 給大家介紹幾點 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在看中國的話 不要以現在的 單純的延長來看中國 因為它還是會變動的 它還是會變動的 它還是會變動的 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資本 跟祭事 跟人才 跟這個 什麼 跟這個 跟市場 跟情報 來看整個中國 我們會非常清楚說 比如說中國 未來會怎麼樣 我們如果 能夠定點的 比如說中國 技術方面的 它未來會怎麼樣 如果說中國的資本 會怎麼樣 我們很多看清楚 比如說 中國事實上 它那個 大概是40% 比如說 前年 從中國跑到外面出來的 大概 以日幣來換算是 大概 150兆 150兆 150兆是會 非常 因為日本 國家一算是 沒有消費 100兆就是日幣 所以它 舔的跑得太多 人的跑出來 舔的跑掉了 所以我們如果看中國的話 會比較清楚 你說從它的資本 技術 人才 市場跟情報 還有 一點就是說 中國整個文明文亂裡面 最缺乏的 是那個 短體方面的 Soto We are 是最缺乏的 所以你們如果從這裡 看著 中國未來 對整個人類 到底會有什麼貢獻 它缺乏到那個 Soto We are 就是說那個 軟體 整個世界 你中國沒有任何一個 有魅力的東西 讓整個人類來欣賞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看中國 不要看英語體 比如說 你的軍事無法定 還是經濟 怎麼樣 看那個是不夠的 你要看那個整個 然後那個Soto We are 你要從這個方面看 因為 比如說 中國現在盡量在 在搞那個什麼 孔子嫌疑對不對 但是Soto We are 他只教那個中國話而已 沒有辦法能夠教那個 魯教沒有 但是他那個 空實驗者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情報中心 專門搜集對方的地方的情報 所以他沒有辦法 有一個滅衣的東西出來 所以如果 比如說我們在施搞中國的話 他這個武力越強的話 我們要增強我們的便利 我就有這種想法 但是事實上 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要再多談了 如果能夠有一個機會的話 我想來提出一些 比如說我們對哲學有趣 因為我本身不是哲學的 我大概是經濟 我大大學是經濟發生私心的 那我那個研究所來的 我本來是那個西洋 但是以後 以後我對的西洋就是 西洋的經濟寫不夠 所以我改變了那個叫做 我改變成 但是以後我認為 比如說我們台灣 什麼最重要 還是要從哲學 我來提供大家一些我的基本道理 說台灣一定要怎麼哲學 因為普通 大家 比如說我在那個大 在演奏手師以後 我在那個圖書館 讀了差不多十年左右的國教哲學 但是我認為還是不夠 因為台灣是台灣的哲學 因為要怎麼樣的話 我看以後有機會的話我再來談 謝謝黃老師 謝謝黃老師 因為黃老師他所做的 設計的發揮非常非常廣 那真的要三言兩語 要把它全部講完 其實也有所困難 不過沒關係 我們整個過程 黃老師先主談之後 我們會跟語談人對談 那接下來我們一起 希望最後的時候 我們留時間 讓黃老師與現場的朋友們 一起大家互動 那我們剛剛黃老師 已經做了一些簡要的說明 那儒家所謂的儒教儒家 他的政治的邏輯也好 或政治的思想也好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型貌 而他跟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要強迷感千多年前的思想 的一個禮販 那事實上這個儒教常常成為 在中國 尤其是中國的政府裡面 作為他一個統治的 總治的哲學基礎 一直成為一個道德基礎 可是這個儒 到底是什麼樣的儒 他幾乎 幾乎是人言言書 而且可以戳越捏扁的 那他實際上可能是名儒實法假營養 也就是說他嘴巴上掛的招牌是儒 實行的手段是霸術的法家的手法 而他的合理性基礎 則用所謂的營養家 也就是說所謂的天命 或者所謂的歷史主義的歷史的必然 以前可能是天人 後來可能是柔和各種奇奇怪怪的宗教官 乃至於後來的所謂的共產主義 就武三階級中江專政 這樣的一個歷史主義的思考 那這樣的如不斷的透過這樣的變形之後 在這個中國的土地上進行這樣的統治 所造成的是什麼樣的型貌 那我想林老師長期關注中國 中國的勢力在他的制術底下 所產生的種種與現代文明 以及人權民主制度的衝擊 我想林老師的文章從他 他比你還是林峰時代的時候 我就已經常常在拜讀了 那我想今天請林老師來跟黃老師做一個對談 我想這個適切的安排 那我們現在時間交給林老師 那我們也請林老師發表 謝謝 其實今天我不是來影韓的 我是來學習的 為什麼這樣子說呢 我是學中共黨史 也是屬於政治領域的 我問他哪一項是講政治化帥 但是我發現 我遇到許多政治問題 都不能用政治來解決 就比如說我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幾年 其中有十二年的文革我就在裡面了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這個文革可以在中國發生 可能在其他地方發生 為什麼共產黨這樣壞的政黨 在中國整死了幾千萬人 但是中國人民居然還接受它的統治 這種情況在世界其他地區也不大可能出現 到底這些是什麼問題 所以慢慢地把這個焦點就轉為了文化 是不是這個文化有問題 尤其我來到台灣以後啊 我也發現這個馬英九 為什麼一騙再騙 台灣人就是接受他的欺騙 到現在對他想無可奈何 所以這些問題我積累下來想來想去 我想大概是 因為中國跟台灣都是中華文化 融造的這兩塊地方 所以我一直就比較關注 是不是這個中華文化在聯繫的影響 中華文化的所謂主流就是武家的文化 所以這個問題上呢 我開始關注這個 主教文化的這個負面影響問題 黃文雄先生呢 我是他作品裡面 但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作家 他在日本出版了幾百套書的 而且在Finald書記裡面 有許多的觀點都是反傳統的 這點很合我的意思 我覺得如果不是反傳統的話 按照中國這套文化下來的話 我想中國的這個封建社會 不是兩千人的問題 可能還有幾千年一直可以延續下去 所以我也 但是叫我從現在開始關注文化 叫我重新從四十五經 從這裡開始學 雖然是活到老血到老 我也活不到幾年了 我也不可能再全部重新學習 所以就能夠從黃先生 或者其他一些 在我們院具文化的一些領域的一些學者裡面 來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因此呢 我看到這本《乳貨》 我感到興趣也很大 因為我從乳貨 我就想到黃貨 當然一些中國人聽到黃貨 大家很不舒服 大家說黃貨 因為中國人很像黃皮膚 大家一講黃貨 就是可能是誤蔑中國人 他們其實經受不了 那其實日本人也是黃皮膚 日本人不會覺得黃貨是說他們 他覺得黃貨就一定是說中國的 身體比黃貨還要厲害了 在香港就有說黃蟲 說明這些問題 我主要就是 就是說明這個 在中國文化影響下 就是中國的形象 正在世界上 已經大大的降低 並不是像中國自己所吹噓的 什麼五千年文化 什麼中國文明 在全世界有多大的影響 我是在全世界 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因此呢 我想從這個黃貨裡面 我可以都有看到一些東西 能夠對我有什麼幫助的 不過通過我看到 我看到 在看這些的時候 當然我也想到 我看到那個 《五貨裡面》 黃先生也介紹了 他首先是從孔子的學說 這個儒家的學說 它是在中國社會 這麼一個產物 一個小農經濟的產物 它是因為中國人口太多 地方太小 所以它在彼此競爭 殺戮 都產生了這個 《五貨》的學說 來維持這個資訊 維持這個 維持這個 家庭的淪常 跟社會的資訊 我從這裡面 我自己體會到 有四點 這個四點可能也跟那個 帝王術 都有相當的關係 第一點我覺得就是 在儒家的學說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人質的觀念 等級的制度 這個大家都比較知道的 這個三綱五常啊 思維八德啊 什麼俊俊成成 夫婦直直 還有什麼老心 老力 把他見兩分塊等等 這些就是 他們儒家的學說 而其中這個 影響最大的其實是 官等位置 這官等位置 現在不但在中國 在台灣 這影響也是很大的 也對我們不說 當台灣一個馬英族 請來的時候 博士一做了官以後 就完全變樣了 就完全失去 一個學者的那種風 可見這個做官的 吸引力是多大 不但在中國 在台灣就是 在台灣就是這樣子 而這種人質觀念 這種人質制度 不但在中國維持了 兩千年 在台灣的影響 也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想想看這個 儒家 在春秋戰國時候 住之百戰之民的時候 但是儒家 僅僅是 其中的一家 但是為什麼 在秦始皇統一眾國以後 到了憨朝就給都尊如宿 然後其他 幾乎所餘的朝來 都把這個 這個 有家 對他們統治工具 那就是說被統治階級 這套東西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尤其 尤其 我來到台灣以後 我也經常 我在香港做勞是一名 我經常在香港 跟 把香港跟中國 台灣相對照 香港的這個 英國統治 一百五十年 他的法治精神 非常的強 所以對中華文化 依舊強烈的筆字 他們接受的是普世價值 但是在中國 包括台灣 在中華文化 在儒家面前 幾乎是投降 幾乎是投降 所以可見這裡面 我自己覺得 中國 將來要進步 台灣要進步 如果不把儒家 這種思想 不把他那種 認知觀念 不把他那一套 這種 等級制度 把它破除的話 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是很難 向前發展的 其實我也很感謝 1840年的鴉片戰爭 讓英國 打破這個中國的封鎖 從此西方的思想 西方的普世價值 開始傳入中國 要不然的話 也許到現在 中國人還是 有鞭子 殘小 這種觀念 可能很少人有 大家總是意味著 這個鴉片戰爭 這個什麼 英國主義欠戀中國 什麼那套 這個都是傳入的觀念 我們現在不應該把它推翻過來 應該感謝英國人 拿這個鴉片戰爭 就這樣子 我們想把整個歷史重新 重新再審視 那第二點呢 我整個 《魯家》的寫書裡面 一個比較特別的 也是它的 復古主義 它的所謂 《寫書而不作》 我們有些在這 這個書裡面 這個叫《三股》 《三股主義》 孔子自己講的是 《寫書而不作》 《心而耗骨》 所以呢 他們只是 對過去的東西 做出解釋 拿不出一些 自己創意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兩千年 中國這個 奉天社會上的穩定 沒有什麼進步 其實就像後來 慈禁派後講的 祖宗自法不可變 所以不論是從 王王的所謂改革 一直到 康義偉的改革 都是要脫補改字 弄來弄去 這些把祖宗講的話 搬出來 然後說我們該怎麼做 所以這樣做來做去 永遠跳不出 過去那一頭狂狂 我們一直到現在 還是一個問題 我們看那個 中共剛開完的那個 每次開完什麼十八大 開完什麼十八大 三股權威 看那個貢貿一出來的時候 總是一開始想 馬克思列軍主義 然後毛澤東思想 然後鄧小平理論 然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 再接上來是 現在是習近平的中我夢 那麼習近平以後 上去是誰 那麼每次公外一出來 就從頭到尾 公平來講萬歲 我們不算萬歲 算到一百歲好了 如果一百歲有整個領導人的話 那麼將來每次穩健一出來的話 是不是一套一套這樣下來 就好像永遠就是 你拿不新的東西 都是把從祖宗 好像不把祖宗搬出來 我自己就張不住腳 這樣子的話 我們怎麼可以拿得出 創意出來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知道這個中國很特別的地方 現在就喜歡 喜歡造假 包充 包充一些 包充一些好的東西 所以像這些東西啊 你怎麼造假 放來看就剽遣 就是拿不出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為什麼中國進步這樣子慢 現在其實所謂快 比如說軍事戰 比如說現在新式武器出來 很多都是靠那個 在美國的華 在美國那些企業裡面 一些華人在裡面拖東西 拖東西拖出來 非不是真的自己靠怎麼研究 所以這個也讓美國政府非常傷腦筋 但是劉老舍這種方法 就永遠是跟在俄宗家的後面 不可能往不可能向前走 那麼第三點呢 我就想講講就是 就是武家的本身 他有一種壓制人性 所以培養訓練出來的 都是偽君子 那些道德規範 很多 這個往現在書裡面講的 說宗教信仰是發自內心的 不需要這樣子做 應該這樣子做 但是因為道德規範 這是外面強加於你的 你並不想這樣子做 但是呢 因為有這樣的規範 或不這樣子做 可能是他議論的譴責 非得這樣子做不可 但是內心你並不想這樣子做 比如說什麼 飛離忽視 飛離忽遠 飛離忽聽 可能你其實是非常想飛離的 但是因為叫忽視忽遠忽聽 你只好 只好就忍住了 但是忍住了 你要偷偷的起坐 這個就培養出嘴巴上講的一大頭 冠冕堂王 被地理中熱師 提名走道 所以這最典型的就是買酒 嘴巴寒的都漂亮 他自然是全台灣全世界 他是最有凹的潔癖的 但是呢 他的手底下 從辦公室主任 從一個省治院秘書長 就是貪官勿力 包括他的姊姊 也是一個門神 哪裡有大貪官 他姊姊就在場 包括他自己都有問題 是吧 他以前那些那些那些 WFPR 其他還有很多問題都可以查的 就像這種情況 就這種不一樣出來的 都是個偽君子 但是你看看啊 我們在台北市看看 台北市尋找馬路的名字 都用思維法德的名字 齊齊的名字 你每天接觸這個忠孝人 愛心義樂平 那是為什麼還產生出馬英九這樣一個人 會產生馬英九的父親嗎 所以這些問題就是 你真的你要從教育 你真的不是這種強項給你這種假道的 這是偽君子而已 中國也是一樣啊 中國泰化武力 每個人講起來都是為人民福 他最愛國 像現在我不准入境中國 因為我是賣國的 但是你們先想看 做友漢跟我 到底哪一個賣國啊 是不是 假設我是一個中國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到底是哪一個賣國 那這些問題對不對 就辱家這些東西啊 就把中國 也培養出一大堆片子出來 所以中國不是一個孫口六嗎 十一人民九一片 還有一一在訓練 當然共產黨 共產黨以前也是煩儒的 但是後來現在 就是儒家 這個統治有用的 所以搬出來了 但是搬出來 還是有這樣多的片子 1980年代 不要幫助總書記 算是比較好的 但是你說五講師沒三賴 就是要求老百姓提高道德水準 這個不行 到了九零年代 這樣證明 在講正氣 要以德治國 這個也不行 到本世紀初 武警刀跑出來 這樣八容八直 這個還是不行 為什麼 你這個國家 就主要是法律 這種道德 這種人事東西 都不行了 你勉強要施行的話 這人是一大批片子出來 所以這是我講的這個儒家 第三點 第四點 這一點 黃先生在他書裡面 特別講到這個陽明學派 儒家裡面的陽明學派 就是往陽明 那個臺灣 在臺北有這方面陽明山 本來是草山 因為蔣介石怕 人家以為他在這裡落草 所以改成陽明山 所以在這個 就是在儒家幾個大師裡面 蔣介石應該是最敬佩的就是往陽明 要不然不會把草山改成陽明山 他可以改成什麼珠西山啊 或者什麼其他山都可以 所以他最敬佩的是往陽明 因此呢 馬英九作為國民黨的重政之士 他當然對往陽明也非常敬佩的 但片面就是一個往陽明 在所有儒家裡面 他是最那種 打中無法民族主義的 往陽明跟其他儒家 他只是輕嘆 嘴上講講不一樣 他是有行動的 所以他有軍功 他其中一個軍功就是 屠殺少數民族 一個神主 他在一場戰役就殺了一萬多人 他說殺得合理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啊 野蠻 不聽我們的訊話 所以呢 不是我殺的是天殺的 所以就合理 他說因為這個 他們少數民族 不文明 所以就說 他像群獸一樣 所以是該殺的 所以我們想想 馬英九為什麼會遠住民家 我把你當人看 他接受了往陽明這個思想 所以你們是遠住民啊 不是人 我就幫你當人看 你自己很好 你要講怎麼樣 另外那個 我要你殺的那個死族的人 就是指福建 浙江沿海 那地方的人 但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人的始終一些 除了遠住民以外 就是從福建 都還過來的 所以在馬英九的嚴經裡面 這些人 也都是沒有開化的 或是半開化的 你们这些台湾人里面居然有的人可以跑出来当总统 对他来讲他觉得不可接受 应该是他嫁着中原的人来当地 当台湾的这个元首怎么可以有台湾本地人 所以他掌权以后就要对台湾的本地人进行政治清算 所以这点上或者我们应该把王阳明跟马英九把它联系起来看 王阳明这个大中华民族主义思想现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刘萨奇的好儿子刘源上将总部群部政委 他在三年写下的一个序里面 他就是大讲这个用中华文化来教化这些 用中华文明来教化全世界 所以他很佩服战争 他说如果没有战争的时候就不可能进行教化 所以为什么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张牙舞爪 因为搞这个东海的这个访问识别区 因为南海的雨夜限制 他一样都搞 媒体每天在报道 中国怎么样子抢军金领 怎么样子要 要像全世界发展 所以他的脑袋里面 还是乳下那一套 就是要重 要恢复中国过去的一个草供体系 就有些地方我可以占领的 我就占领 所以中国的领土 不能占领的 你要听话 你要 你要 你要俯首诚诚 每天到中国来草拜 然后我会给你很多奖励 给你很多奖励 但是其实你是我的胜利范围 像中国主下打造 恢复过去 清朝那个乾隆时代那种 那种所谓 所谓圣祖 所以还在搞这一套 所以呢 如果我们对儒家 这个学生不批判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 将来中国叫恢复过去那一套的话 对世界是造成很大的危险 所以我觉得永远 这个很如何 不但是 获到中国 获到台湾 甚至可以获到全世界 刚才那个 黄西也讲到那个孔子学院 现在孔子学院 它缺乏魅力 缺乏软势力 但是呢 它可能可以用金钱 金钱我就真的也是个软势力 可能会用金钱搞很多统战 所以这点上我们也不能 也不能服侍 尤其我发觉 西方国家的中国通 对儒家很崇拜的 他说到儒家 这样子文明非常感动 所以不知不觉了 中国无论做什么事 不同情 结果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 就偏向中国的一边 结果就不惜中国 让中国这种俊国主义 这种大中华民族主义 在那里发展 这个对全世界来讲 是很不好的 但是我很高兴 我们除了在台湾 可以看过蠕获以外 我最近到香港去 我发现我一个朋友 在美国的作家叫李杰的 他这些年写的书 也都在批判儒家 他的百年夫女是批判 批判孙孙中山蒋介石 毛泽东 包括这一代的一些知识分子 他都进行审视批判 他的那个中国文化人被人封禁 非常批判儒家 还批判史记 就史记误导了很多中国人的历史观 因为史记 等于也在帮助儒家 最大的影响 我这本书在香港 是台湾出的 那台湾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在香港 有很多中国人的学者去买他 说明在中国的一些年轻学者里面 也已经觉察到 需要从文化上来改变中国 如果没有在文化上想很大努力的话 可能就像黄先生所说的 中国就不可能有民主 我想这个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林老师 林老师的观察是非常长期 非常深 也非常贴近中国的实际状况 那我们真的感谢林老师跟我们分享 那这个帝王书在东亚 像刚刚林老师提到说 这个王阳云因为不服王化 所以就可以举兵发之 那这个你回应一下 其实林老师应该也可以看得到 不服王化其实除了可以与兵发之外 也可以拒绝去救援 比方说在台湾历史上 已经发生过了牡丹舍事件 那当外国政府来抗议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古代湾历史之前有 当外国船在琉球 在郎桥一带发生船难 然后被原住民毒杀之后 跑到郎桥的地方官去那边去反应的时候 那清朝的地方官以及武当社事件的时候开始的官员 他说这些班人都不服王化 这都是草法画外之名 所以不干我们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打或不打 王化都是他自己的说法 那也就是回应刚刚说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儒学为代表的帝王术非常好用 他可以作用一点 打或不打都是儒术 都是王化 那让我想到说 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呢 那黄仁宇在他的《自分主义21世纪》里面 他提到一个看法 他说因为他的统治技术 比较落后 行政官技术落后 无法进行数字化的官密 只好标榜道德 以一件假释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统治 那也许这一个想法和这个逻辑的背后 就体现出奴家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求出道德 而且他把道德升华拉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度 那这样的高度激进一个宗教乃至于甚至是一种信仰的状况 那这样的信仰状况 这样的所表现的帝王术 到底对于我们整个所谓的汉文化圈 或者说儒学所影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这边很高兴说请到董老师 董老师长期对宗教哲学有非常深的了解 那我们也欢迎邀请董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跟王老师做一个对待 谢谢 林老师因为灯华还有事情 所以可能要先低息 那么我们再次给林老师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给他非常 非常多 方先生 知名其他事 建议的行程 可能因为有很多年青年女 多个人在这里 我很害怕你用北京府 渐压 我产生 做这个鱼头的网 breast 就是我所谓的万能夫 可能如果专程用万能夫说 这种可能成少 所以我不用用來講一些Broken Mandarine 懶大人的話 我很溫馨在這個咖啡牌樓 跟這個韓國是不夠熟 不知道是 只會有這個對答 因為我是主修生和宗教書的人 看到牌樓這個名字就想到 講完前 還是記完前兩世 二世紀 亞蘇以前 二世紀 一個很著名 猶太人 住在阿里三代 猶太人 起立法的略教 他對這個基督教影響相當大 你如果看過這個歐漢國映書 葉漢威師的道 成熟人這個概念是從他來的fight 台灣的第二個fight 就是黃先生 我讀了他的這篇主播 這本書 這本大作 馬上推薦給研究生 所以文區名在這裡 我訂了幾本就送給他們 他的書我訂了幾本送給學生的 還有一本叫做 辛亥民國100片 還有國父跟阿Q 這個研究生要叫他們寫報告 啟發性很大 因為這個遊戲哲學家fighter 他啟發基督教很大 他的書我很喜歡念 簡單惡藥 長話短說 所以如果這本書 只要看他的小標題 大標題看完了 就知道他要講什麼 他跟日本的一個情況比較 非常凸顯 這個華人世界的缺陷 那麼我讀到 拜讀他的大作如何這本書 當然我們晚上要談的 就是在東亞的帝王宿 等一等我會說 我會談到這個事情 他分析得非常清楚 他說華人 他說中國人 中國這個名稱應該是從梁啟超開始的來 以前很少用 中華民國好像張秉林發明的 然後中國人他的價值觀是善 西方人的價值觀是真 日本人的價值觀是美 印度人的價值觀是聖 他簡單惡藥的分析很清楚 他說儒家講道德 結果我們中國社會 華人是最不道德 那麼最不道德的例子 在台灣228事件是最不道德的中國人 所出現的一個殘忍的暴行 比日本人更糟 還有新的228一個政治謀殺 林義雄的家庭 最不道德的例子可以印象 好 這個黃先生講了很多的名言 他引用這個阿瑟史密斯的話 他說在中國人身上找不到良心 這個也很多 你看今天所謂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政權 全世界沒有像他那麼有權的 他是以黨治國 所以黨國的財產全世界的黨沒有像他那麼有權 就是來台灣強、騙、偷、戰都用盡了 剛才好幾次提到這個馬英九 我認為馬英九他根本沒有智慧 他只有知識 只有knowledge 因為他有很高的鞋位跑過大學的 這是knowledge的事情 不要以為鞋位高的人他就很聰明 沒有 他沒有智慧沒有這個wisdom 他比一個昆兵博 所謂的wisdom的昆兵博更糟 因為他沒有受過苦 他不曉得把基層人口的苦、痛苦 所以今天台灣搞成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腦殘的領導者所做的念 我可以這麼說 所以我們出生於這個社會非常無難 他的無難就跟儒家對台灣的影響有關係 台灣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他有兩個國家宗教 在我的這個文憑兄 陳偉出版社前年所出版的一本 宗教學以神話寫日文 他的細論我就很詳細的提到 你研究中國歷史 我跟黃先生的觀念一樣 華人到今天為止沒有國家 沒有這個外國人所謂的nation這個概念 沒有 也沒有nationalism 但是他講nationalism 真的比其他的民族更響亮 民族主義、民族主義 一點都沒有民族 他沒有資格講這個nation 外國的nation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但是華人沒有 這個沒有跟儒家有關係 等一等我會分歧 我念過東方之宗教這一本書 作者是日本人 他是日本裔的美國人 芝加哥大學的教授 叫做Joseph and Kitakao 比川教授 他寫這一本 東方之宗教這一本書裡面 談到儒教 他就點字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出來 讓我們這個 在今天在座之位的先進可以參考 他說儒家 講生命共同體也好 命運共同體也好 他都沒有 他只有familism 一個family 一個dash 一個ly familism 我印象很深 他只有家族共同體 我姓董的 照顧我姓董的 我姓林的照顧姓林 姓臣照顧姓林 姓少照顧姓少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 哪一個皇帝 唐太宗姓唐的 姓唐的家族 都積遣升天了 這是家天下 所以華人的世界 華人所建立的皇朝也好 只有家國沒有國家 只有江山也沒有國家 只有朝代也沒有國家 朱元璋所建立的這個朝代 姓朱的積遣升天 所以這種家天下 就把所謂西方的那種nationalism 破壞掉了 他的帝王術 是根據在familism之上 國民黨逃到台灣來 他用這一套 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革命政黨 你台灣人當總統不行 李登輝雖然是一個國民黨員 他當總統下來 十年十幾年後還清算他 誰清算他 重逢四為八德 的那個馬英九清算他 那阿伯更糟糕 他還沒有下台 以前他就說 沒有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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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好像沒有生命來 因為媒體都是他們在控制 所以講到這個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呢 我就想到我是研究宗教史的人 華人的世界只有familism 家庭共同體家族共同體 他沒有真正的民族共同體 那麼伊斯蘭教呢 他是woma woma是他的那個信徒的共同體 所以他今天在terrorism 這種恐怖主義完全根據聖戰 你美國人幫助以色列 以色列把這個巴勒斯的難民製造那麼多 我對付你 對付你 他有這個信徒之間的共同體 猶太教也是民族共同體 猶太教有了 猶太這是民族宗教 基督教比較好一點 上帝是天吐 人類是兄弟姊妹 我不是在傳教耶 所以我的角色在神仙教師 教了二十五年天也當牧師 但是我沒有在教會牧會 基督教有比較好的一個宇宙觀 fatherhood of God and brotherhood, sister of man 神是天吐 人類是兄弟姊妹 比較有世界性的生命共同體 但是華人的世界很不幸 他受了這個儒家 中了儒家的毒 只有familism 家族共同體 任了一個朝代 都是我家 跟我好的 跟我同性的 共有親戚關係的 都可以激情升天 其他人回誰不留外人 所以我們所賜的 我們所賜的社會就是這樣一個 受儒家影響 受儒家的思想中毒的社會 就排除到底 所以別人的革命 黃先生說過 革命跟強盜一樣 革命家是強盜 用搶的 用殺的 那麼 講道德講得最多的儒家 最沒有道德 這都是真的 都是明言 好 那講到這裡 我用宗教的立場 來分析台灣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命運 跟無奈 我在宗教學與神話學 細論裡面特別弄一個表 我用這個表 我來分析給大家 一點都不會 都不淹亡國民黨這個政權 他故意把儒教宗教化 所以在台灣有兩種儒教 一個叫做國家儒教 一個叫做民間儒教 民間儒教它的特色是專門著作善書 你不要錢的分給大家 當著一種功德 這裡面到台灣拿一個大廟去 你拿善書一分錢都不用給 隨便可以拿 善書有很多 出來拿去拿 那就是民間儒教的東西 那民間儒教的範圍很廣 鑾堂他們正稱叫做儒中神教 再來是一貫道 天道 一貫道有四十多派 不是只有一個派別 還有弘萬智慧道宴 還有禮教 還有天地教還有天德教 這些都是民間儒教 以儒為宗書 還料料 以儒教為宗書 以神仙聖佛為教 莫朗的耶穌都進到廟裡面去 但是最糟糕的就是宣傳說 正教分開的中國國民黨的政權 他自己支持一個宗教 那個宗教叫做國家儒教 國家儒教利用9月28日這一天教師節 來祭孔子孔廟 全國25個縣市裡面孔廟 都是政府用我們的稅金去維持的孔子廟 這個祭典的大祭司 有一個人 國家 以我們的稅金來維持的 叫做大臣至聖先師 奉士官孔德成已經敲辯子了 死掉了 那這個人 你在那地方 你怎麼做到這裡 大祭典至聖先師奉士官孔德成 是什麼主意 我問人家我說是 僵贏兆的薪水 跟王金平一樣的薪水 有車 有侍從 一個講正教分開的政權 有一個孔子的奉士官 全部是騙人嘛 這樣還不夠了 在那一天 中學的學生老師 有時候國小老師 要去訓練當季生 還要跳八一五 那孔子變成神了 術王 黃先生在這點事裡面也談到了 他心情想做王就做不到 就需要告知就做王 變成是王 人家國民黨把他自勝先師 造神運動成功了 但是這個造神運動手段是保護一個政權 利用9月28日的忌口 那他的這個教育 很簡單 視為發得嘛 離異廉止 結果國民黨佔領台灣已經第69年了 離異廉止如果都遵守的話 大家 男生變成都是Gentlemen 那女生變成Davis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台灣的社會 無禮 無異 無辭 一大堆的人 可見都是騙人 這一套東西騙人 他造神運動成功 在東亞的帝王寺這一招相當成功 所以我這個表裡面把它分析出來 國家儒教 教主一個宗教的條件 一定要有教主 有一個方人 一定有他的經典 一定有他的宗旨 一定有他的信徒 一定有他的教條 一定有他的儀式 一定有他的祭司長 奉師官 也有他的祭司 也有他的這個教規 也有他的目標 也有他的這個國家儒教一定要政治目的 我這個簡單的表 把它分析出來 在台灣的國家儒教的教主當然是孔夫子 至聖先師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儒教的經典 是術師跟五金 術師跟五金 國家儒教的教義 所以思維於原始 八德 忠孝仁耐心理合理 那真會議題 民主國家不講忠 忠要歸給公務員 軍公教人員這些去做 忠於人民 忠於主地 不是忠於黨 所以他講思維 講八德的忠 第一句就破公言 用這樣來教導我們 再來呢 他的這個宗旨是家庭主義 我已經說過了Familyism 還有他的教條呢 中華道統 到這裡中華道統 不知道要怎麼定義 寒寒寒 中華民族那個黑白講的 幾項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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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空主兵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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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歷一下 教徽呢 空間道的倫理 目標呢 教育百姓變成乖乖牌的順民 再來呢 政治能夠把這個國家變成家國 Family State 所以東亞的帝王寺 國家儒教成功了 真的是製造一個新皇帝 那麼 再來我們看到一個國民黨的娃寶 三民主義 我在讀這個宗教研究所的時候 我嚇一大跳的就是先進的比較宗教學的老師 把馬克思旨以變成一個新的人生觀的宗教做比較 馬克思旨以教 就是共產主義教 同樣的道理 我在台灣發現到 哎呀 走路到台灣來的這個中華民國 也帶來了一個政治宗教 我剛才說過了 宗教的條件要有教主 要有經典 要有教條 要有宗旨 要有主神 要有儀式 要有祭司長 祭司 信徒 教規 目標 這個都要 這個都要 三民主義 把它變成一個儀式形態 Politico 要抓下去 要抓下去 就把多米亞地方式弄成功了 三民主義教 也是其中之一 我分析給大家聽 為什麼把三民主義變成一個宗教化呢 在台灣 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以前 現在好像比較淡化 通通都會做 但是我們也不去想他 三民主義教的教旨 當然是孫中山 一個死掉的孫中山 還有一個佛的蔣介石 那麼他的經典是三民主義 他的教義是建國荒劣 建國大幹 像台大學都要打 他們也要打 再來 他的教條 國父宜教 都要打 課不記得 就不可以比我兒子 跟我一樣很高高 在唸大學的時候 國父宜教 三民主義不及格 因為他不去讀 就沒辦法 不及格 乖乖 可貴那邊 六十分那麼急急 最佩 現在在做工天書 還可以考慮 他的主神 國父孫中山 還有英明尼秀 一個死掉的 還有一個活的 新皇帝崇拜的蔣介石 講的蔣總統的立正 所以我們都有經驗 新皇帝崇拜 說到這裡的時候 那才是沒有問題 我比較重點再分析給我們聽 這是我的經驗 他的祭司長 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是祭司長 他的祭司 各縣市的主委 黨部主委 還有這些機關所長 他的信徒是黨員 軍公教人員 他的教規 中黨等於愛國 他的目標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現在哪 現在就沒有共產主義統一台灣了 就說五位了 他的政治目標是什麼 維護一個黨國 Party State 為什麼它是宗教 我講一個大家的經驗給大家聽 我念過三年的日本書 今年 老實年如果要算學會 已經禁止七十八歲了 還沒滿七十歲 幼稚園 六歲讀幼稚園就讀一年了 我的國語 我的狗狗狗是日本 好 小學讀了兩年 我是高雄市的 叫做千歳國民國 五千歲國小 現在改成河濱國小 我一年級完全念 刻片是卡片 所以我現在還 過去考見卡片 但是二年級要念體拉卡片 我就不懂了 因為整年都在逃空 所以人家小學店六年 老新的酒堂五年 一年早逃失 滑倒 我那個時候 每個禮拜有 因為那個是軍國旨意時代 有一個皇帝崇拜 天皇陛下班在 我們常常在講這時 講總統關係 一樣的道理 每個禮拜一早上 要向東方 學生最先唱日本語歌 劇靡愛 劇靡愛 唱完了 要向東方 90度的志工 才叫你最近禮 然後一起來 校長先生站在那裡 恭恭敬請 教導主任用那個刷器 喔 很漂亮的刷器 碰那個房地鐵具 讓口舟先生這樣刷 我會覺得會記得十句 現在我不會忘了 真 老母娘 我要哭嗦哭嗦 在府內你可能叫我坐的 有經驗嗎 皇帝次宇 唸完了就開始喧嘩 但是校長 口舟先生不能唸一字漏掉 馬上降級喔 一字都不能漏掉 偏那個 然後近日教室裡面開始喊口號 有得人類的天氣不會有喔 我還不懂 可能叫人家質疑 我們的敵人就是英國 美國跟英國 這樣在下訓練 戰後我從三年級開始唸 第一年沒有關係 第二年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沒有課題唸 我們唸什麼呢 那個孫雄天津啊 他害過 他什麼 他千二分 三二間 人子祖像本身 生雄 生雄 因色雄萬 過不高興那一間高級的不義磚 這個我現在還可以懂得幾句 後來翻了課題 人有二手 一手摸跡 摸跡 摸跡 死跡 自由説人 心裡來 五來 來 起起 是練這個東西 都是用 用 對 用那個尾文這樣打 打得很高興 那個人 改變一個四年 五年才開始 誒 補曝莫佛 我從頭開始 好 很辛苦 但是給我印象最親密是說 奇怪了 就改條換台了 怎麼會 酒杯 月的杯 都要唱三民主義 武當所種 唱完之後就用那個孫中山 還有一幾公 再幾公 三幾公 我嚇一個禮 三幾公 他又嚇三個 誒 這個風帝崇拜 哪呢 又念新風帝崇拜的鐵具 以致力 國民革命 凡事失憐 其目的 再求中國之主的平等 還丟致力 還丟致力 你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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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笑聲聲 這樣沒問題 這個新風帝 那個孫下的風帝是唱歌手的 就唱九飛在唱戰畢 那孫下的歌手的歌手 那他的聲音就唱 大哉 中華 台詞 鮮人 你們唱歌吧 對 那孫中山是那個四的風帝 我們國父 首川革命 好 來 咱說這個主題 這個主家所影響的政敵意識形態 現身一個新的風帝崇拜 在台灣開始時期 跟我說 經營日本時代 那個拜祥天皇的天皇下 那是換湯不換了 一樣的 一樣的 現無難 現無難 所以在東亞的地方是 就是利用宗教把它形成的 來這些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的時間已經過了很多了 你告訴我 剩下的問題 謝謝 謝謝東老師 東老師的分享 我想這個題目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題目 而且其實對台灣影響深遠 影響好幾代的歌 那其實值得再繼續 來多討論 好 那下呢 我們就開放時間 那個 讓現場的朋友們 跟我們的主講人以及語堪人 來互動 那我們這邊的規則是這樣 我們先提三個問題 每一波 每一輪 三個問題 然後主講人或語堪人來做個回應 好 那先開始 好 那我們先從這邊 好不好 就這邊還是第一個 然後再後面那位先生 二位 那好 最後面 好 很感謝 阿娃娃 請多小好 我來走這個房間 剛才黃先生說 還有次元 這件是不是中古的五個層次 可能是會反應 是嗎 我不知道 可能不是啦 還有中古人 有一句話 全部人說 人不立即天誅地面 這也不知道 跟中古人的屬性 有很大的 聖根 還是很大的受害 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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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這位 今天有幸聽到三位大師的演講 那就是 其實 剛剛 華大哥他剛剛提前離開 那我針對他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他很感謝鴉片戰爭 這一點 其實我想到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 也要為日本統治台灣這一點還頻繁 因為我們 可能過去就是 受國民黨的黨國教育 就是一直教育我們要反日反日 可是 隨著我們年紀逐漸增長 像我 可能我年紀逐漸增長 有接受到不同的觀念 而且可能 包括有拜讀華北 身上的李千宗 或者是在場的 黃文雄大師的書 所以我就開始知道說 其實 日本統治台灣其實 其實是為台灣做了很多貢獻 因為台灣的現代化也是從日本統治台灣開始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剛剛那個 那個 董大師 他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 國父的這個事情 其實 因為我也是黨國教育的受害的 所以其實這些 因為我以前讀的學校 還是蔣委國創 蔣委國創立的 所以變成說 拜讀國 國父一向這些我都經歷過 那變成說 可是 我就覺得就是怎麼說 就是 這些 都是過去 因為像我現在 有接受到新冠 就是 也就是 覺得年紀能長 像我其實 像現在在場的 我講出來沒有關係吧 我覺得 孫中山 我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是一個 革命先行者 把它當一個學者 當成一個教授來尊敬 沒有關係 是 我覺得如果說台灣的國父的話 其實我首推是李千總統 好 OK 再三個 後面那一位 後面 好 這個 不是我看的 那個 那個 來 對 來 西雙的那位 我想要用對話來取代問題 希望能夠 回應一下我這邊的一些想法 當然講到台灣 需要用什麼哲學 這我很興趣 很有興趣 因為我本身是哲學級出生的 我沒有畢業 我直接投入運動 之後直接進入就學 然後現在就開國運動 但是 剛剛有講到 台灣剛剛只有什麼樣的民族運動 在我們這邊有一些討論結果 因為有些人從歐洲那邊有帶回一些結果 我們認為 國族 屬地主義 可以為台灣建立一個台灣民族主義 全新的開發 因為它就是代表 是認同台灣最愛土地的人 就是台灣人 來取代 現在所謂的 中華 中國因素 這些等等 的殖民 而我認為 台灣要進行對於 像是帝王術在東亞 這邊的影響 以及 突破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看到這個突破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對於國民黨的殖民 解職運動 在現代 就是反而追求這種術 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些 今天有來一些飯堂朋友 他們說他們看了這本書之後 才知道被國民黨騙了 從一次以後 就決定要來 認識一下開國運動這個部分 那 對於另外一部分 就是怎麼樣去解決 所謂的 儒家那種 問娘公簽讓 導致台灣不創意的問題 就是靠這本書 再來最後一部分 因為我 不然發現說今天好像有來自台國的朋友 如果說 現在要打擾國民黨 我們自己本身講一下很想法 就是在台灣這邊的話 應該 我個人是認為 就是要讓他 擋產 歸零 就是 這是我的一些意見 我希望能夠聽聽看 對於台灣哲學 還有 剛剛我剛剛講的這個 郭史玉 是不是有一些回應 謝謝 那我們先 第一輪 我們先提那個 黃老師 剛才 剛才 問那個 人不為己天之地滅 這個是完全是屬於中華思想 因為 中國人本身是 根本人不為己天之地滅 但是 中國是最缺乏的這個 諷釋 譬如說 佛教裡面 有眾生的思想 那個 日本人為什麼會對對方說 我是靠你的 我靠你啥嗎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 他是來自那佛教裡面的 那個叫做普念中 洪安秀 所以日本人本身在講話的時候 不會跟中文一樣 是人不為己天之地滅 日本人沒有這種想法 他想就是說 我 如果來為你服務我 這種想法 所以完全是不一樣 是完全是中國的 基本的想法是人不為己天之地滅 有人這種想法 還有一點就是說 剛才這個 因為寶華兄他已經走了 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關於歷史認識方面 比如說 如果一直受中國教育的話 對歷史觀的一個 會非常跟其他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關於歷史方面的時候 我是寫很多 但是呢 我是根據整個人的歷史 熱來寫歷史 熱來看歷史 所以更方便的 我看是因為要有很多時間 來才能夠談這些理由 還有一點 剛才 我是很想 本來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是可能 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本身 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一直認為 我們最影響的 最接近我們想法的 就是說比如說 大同世界或者是 總統這種天地人對不對 但是呢 有那個物理學者他給我講 他說在我們學物理的世界裡面 沒有天地人 因為在學物理是空間時間跟人 沒有天地人 天地人這個完全是中國思想 那如果我們來思考 就是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那個資源方面 剛才你們是說 稱之方面 我們是從哪一個地方來想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從物理學來看 還是從我們讀三日經裡面 天地人 三公甲 他跟三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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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思考不一樣 還有一點說 我是有一位物理學者給我講 他說 他說中國 孔子也是一樣 那個老莊治長也是一樣 那個蘇州莊治長也是一樣 所以以這個大同世界 為我們最高的理想 但是西洋 那個大同世界是隨一個 這個用西洋人來解釋是叫做前底子主義 托特律 你怎麼說 就是前 托特律 從大同思想 就是西洋不是大同思想 是大義思思想 這幾個理想就是多遠性 多遠性的思想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很基本的 從哲學要如何來輸導 對不對 因為我是開始讀什麼 比如說我們台灣一般來講 天跟地是對立的 對不對 一般基金主義的 我沒聽到 天啊 但是我讀那個那個 那個 林務大大總 那個 鈴木大總 鈴木大總 那個 那個 叫做 日本的 李林西洋人士的 我讀他 他解釋天 以為我們太平 那個地 我們 地是我們等母親的大地 如果 一個思想 一個宗教 沒有這個 這個什麼 電金裡的地 那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是自己的 所以他講的 他說天跟地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是對立的 天是太遠的 太瞭眼 我們講不通的 那地是非常重要的 他比如說從這裡 我們來輸搞這個天跟地的 還有那個 比如說 日本人本身在談和跟同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兩個思想體系 所以如果我們 在台灣要思考 最基本的哲學法 要從這最根本的地方 比如說 銅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是虛意小異 幾乎我們講的 對不對 那我們在思想 很多是說 所以哲學方面的 我們要 要更生日的 來探討哲學 那我本來是很想的 但是時間不夠 如果我們 一定有時候我們來探討 我們台灣最基本的 我們要什麼哲學才夠 那我非常有自信 說說 我一直在在書稿在看 我覺得台灣是非常有自信 覺得說 我們的未來 比我們有所在更好的 我這天感謝你 有我說一個經驗 但是剛才說問的問題 我 可能是從回應來聽 我今天 我一直 親愛 在香港中文大學 在香港中文大學 我離開的時候 我的指導教授 是當時中文大學的文獻院長 Dr.Philipsen 沈軒仁 他會議院的發小 他不太客家人 他請我們吃飯 他很嘆氣 但是他常常到中國北京做演講 做訪問 但是華人 那個時候華人 香港也沒回中國 華人有三個地方 他說最自由的華人的社會 是香港 但是很可惜 它是殖民地 老闆是英國 你 你習慣了這樣抗爭 英國政府都讓你很自由去做 最不自由的 是毛澤東主義的影響的中國 華人的中國 跟 跟這個台灣 那時候還是白色恐怖之下 我去香港有多麻煩的 只要去香港就沒問題 這樣 因為我的新娘是紀徒徒 又進入到那裡 非常麻煩 但是還是去 那就是他非常看險 最自由的還是殖民地 後來他談到一件事情 讓我相當的覺得台灣應該有前途的 他說香港要講獨立 那時候1997還沒有到 1976年代後 77年才回來 78年就拿到博士協會 那個時候 他說香港要獨立很困難 他是一個ポケットカナミ 袋子 口袋殖民地 他跟中國連在一起 很困難 他說香港人是money first 只有一天大晚 過探集 這個名字沒有西班 他告訴我 但是裡面台灣有前途 各一個台灣海峽 你們應該努力 努力 香港人啊 只是拿到大英國協的這些簽證 就要移民加拿大啦 澳洲啦 紐西蘭啦 他沒有跟 但是台灣應該有前途 你們要努力 我記得很清楚 所以現在 正在香港人在鬧獨立 我在想到 哎呀 二十四七十年代 有一位先知先覺在香港 中文大學的我的老師已經講了 你們今天才節目太慢了 希望我講這個意思是提醒諸位 諸位都是先進 都是愛台灣的這些朋友 你們有幾位我非常敬佩的 自然 黃老師以外 高先生 他吃過中共的虧欄 他為台灣的奮鬥相當多 還有很多 很多朋友 或者是年輕人能夠在這個會裡面談論一切 我還覺得台灣的未來是很荒謬的 雖然馬英九一直的要想把台灣給中國用盡辦法 我認為台灣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我最近才來到夏威夷去一趟 沒有那麼簡單 中國想要台灣 他只能用經濟滲透 人口滲透 叫一些台灣人去搓 搓口、捲牌、搓、搓、捲肉等 單張來 只有我們這個辦法 所以我們要接型 在討論這個在東亞的地方是 我們硬快把這個地方是拿掉 希望有一個真正在旁邊有一個民主化 但是發明一點 家庭主義的影響很困難 因為它只有家庭共同體 都沒有民主共同體 這要怎麼用 所以宗教影響太大 我的努力就是 我大宗教的目的就是宗教的造妖禁 不是叫人去信基督教 基督教在台上怎麼亂政前 基督教一百十派以上 叫人家去信哪一個基督教 所以耶穌基督是真的 社交夢裡是真的 活教都是假的 基督教也是假的 這個觀念我們應該要進行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 這是我的一個期望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第二輪 看第二輪提供 後面的一位先生開始 在身邊 然後這邊 有這位先生來講 大家好 我想請問這個黃文立投教授 他剛剛講到連中國是個大國家 他不可能民族化 所以宗教也蠻好的 我們也這樣認為 所以我覺得說 是不是中國的應該 他的未來應該是朝向分裂很多國家 然後臺灣對社會比較有幫助 也不會危害人類 他當然也間接的幫助到我們臺灣 我講這個是因為我 其實我現在也還在 我在臺連臺灣團學也能在那邊幫忙 那我是還在 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那個 我還在希望能夠反攻大陸 只是說 我認為啦 小時候蔣家的父子要我們反攻大陸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繼續反攻大陸 所以我說 是不是中國應該要分裂 大家分裂有多個國家 黃老師和各位在座大家好 然後是因為我本身是哲學界的學生 那我剛剛聽到 就剛才的一些講座過程 我覺得大致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被國家化的儒教和儒家思想本身是不是有問題 那我承認 被國家化的儒教和儒教作為一種統治工具 就是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 那我承認這部分是有問題 但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我其實是 其實我支持兩位態度 因為像黃昆久老師 他在他的著書的最前面部分有提到說 儒教精神 基本上就是否定創造性價值 那老師的說法是因為孔子提倡 數而不錯 然後認為這是一種讀書主義上的主義 那我覺得老師他可能沒有去看到說 孔子他當初提出這些主張 他是有一些時代建設 就是在遵作戰國時代 當時後他們可以著書 就是做然後寫書的這些人 他其實是屬於國家史觀 就是算是一種國家貴族裡面 他們才能做這樣的事情 那孔子能在當時後 他受信這些思想 所以他沒有辦法這麼去做 而後來的人其實也沒有完全受到孔子這種影響 而沒有真的去建構新的思想 像老師有比較初心他沒有建構一個 屬於自己的思想平均 但實際上 初心他雖然是住宿古書 可是他其實是在住宿的過程當中 把自己的思想在住宿的過程去寫出來 他比古書完全真的沒有新的思想在裡面 那還有一點要回憶的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像王陽明這樣的人 他有大中華主義的思想 那我也承認說他可能過去屬殺過 可能滿意之邦這樣的行為 但王陽明他這個人的生命是 他早期有做過關 就是因為他很在做關過程 有當過將軍 然後很在打斬過 那他後來被 因為被人陷害流放邊疆以後 他才開始做哲學思想 那也就是說 他早期跟他後期的想法 可能是有一些轉變 他其實他的有一些 可能比較 大中華類的思想 但我們不能因為這樣 就否定他整個 這個人的權部 譬如說我舉例來說 好像亞里斯多德 他在他的政治學裡面 他是同義奴隸制度 或者說我們講柏拉斯的理想國 他提倡舌權加皇帝 就是他柏拉斯自然本身 就是反對民主制度 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樣 就不完全否定他的學說 他的價值 也就是說我們不可以一片蓋成 只是看到部分有問題的東西 就完全把他們的學說 或思想走定掉 我覺得這對於台灣在做思想研究 以及台灣對於 因為我本身哲學系的 我覺得台灣人有很多 對於中國思想 中國哲學是有偏見的 我不認為說帶著這樣的偏見 去看待過去的思想 是一件好的事情 謝謝 第三個 這是他的朋友 這位 對 老師這位 大家好 我的問題比較簡單 因為我也不是這方面 沒有那麼堅聲 我是說最近韓國也很窮 韓國是不是也受到 自家的影響也很窮 表現出來是怎樣跟台灣的影響不一樣 有什麼可以讓台灣人做走的地方 用韓國的這個 我們可以為他們的社會 或是怎樣反省 是說 是說讓我們更好的 謝謝 謝謝 真的我們在 第四個議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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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老師 韓國老師都可以好 我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當我一開始 聽到各位老師的解釋的時候 大部分的老師認為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會有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因為 我儒家思想帶來一種特別的理念 然後隨著這個特別的理念 我們建造了某種體制 那個體制可能是不好的 比方說像作為老師們舉的例子 可能像是君臣父子的觀念 因為先有君臣父子的觀念 然後我們成立了某壓制的人性的體制 這可能是在座上的老師可能 反復提到一個點 就是說思想的 就是思想跟體制之間有某種因果關係 是因為現有這種思想 然後成立了某個理念 這樣 那可是眾所周知 對中國人一個很 對中國人或說對華人一個很常見的批評 就是中國人是個不理性的理念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在我們生活習慣上 我們不習慣根據思想去安排生活 這樣 那 再這樣看來的話 這兩種觀念之間 似乎是存在一種矛盾關係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 一方面 我們是一個不理性的人 但是我不理性的人卻因為 儒家思想體制有某種觀念 而 我們根據這個觀念去見到了某種體制 這樣 那這怎麼可能呢 所以就是說 所以就是說 所以就是說我很好奇 就是兩位老師在研究方法上 有沒有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突破這個 突破這個矛盾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會有這個矛盾 是因為儒家思想是一個虛偽的思想 這樣 但是 我覺得這好像不太同 因為如果說是 因為儒家思想造成了這種結果的話 他還是經由說 因為儒家思想有某種意念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樣 那 那 那 這 這 這就顯得非常理性 這就跟我們對中國人一般的事不太一樣 那 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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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奇說兩位老師對於說 我們如果 如果 面對這種 如果解釋這個矛盾很有情緒 這樣 謝謝各位 好 那 王老師 還是由王老師先 這可說 我 我 都說 這是 這個 有很多 青春 現在有很多 請問一下 為我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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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那個 我們要思考武教思想 譬如說 現代 譬如說 為文化大革命的 新出的是 批林批公 到武術運動的時候 打招 空著變 跟大明天國 跟年金 共一米 那種 共一米 那種 那種 三種成 十幾萬 所有的 空手的 譬如說 噢噢噢噢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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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手的在那些自身都會彈繩到無國外 為什麼我們怎麼會有那麼適合 到那種 空手 空手的那種 由他出去全國 怎麼會 到這個 漢洋行程的行程 怎麼會 尤尊魯教 怎麼會 為天科的體系 魯教 那時候 那時候說明裡面就是說 當佛教 那種 從西 比如說中國 從印度來 那時候 佛教的文化 全是非常寬的 包括馬尼亞 跟東南亞 跟中亞 西亞 為什麼 剛才是 照顧的文化 那個時代是怎樣 剛才是說 孔子 跟民族 跟尋屬的時代 到那種 姿子 跟王雅民 這有時代的變化 我們要 總統來講 就是 整個體系來講 我們要說 從那個 漢文化 漢文化 漢字文化 是這個 世界文化 你受漢字的影響 你沒有辦法輸導 投資 投資 漢字控控制 因為 這個比較詳細的文 我 漢字文明 文明 文憲 你剛才我下的文 你當時 那個時代 那個村子戰後時代 你所使用的 會倒極 跟思考 你那個文字要 這聲音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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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的文字 所以譬如說 你說什麼 你那種 要煮 有什麼了解 你如果煮 你如果煮 譬如說 譬如說 書 書 所以 文書整個體系 是一支半裂的體系 你本來有了解 透過的漢字書 可以了解 要講 漢字書 書書本身的問題 正是誰 譬如說 因為不gus 看漢字書書 還是因為 IVJK 古早 然後沒什麼 對漢字書書書說 中共 也是對漢字書其 held Gabe 是 老爪書書 是 кто iyor 欺人 贼人欺义 对那些人欺义 你说人欺义 你千人两千人 你们到底是讲什么人什么义 你要解释 有一个规定 比如说那个英国诗养叫做姆阿 姆阿他比较奇怪 他说不但是一般的道德 连着山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办法去解释 你如果要强制解释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说 魯家思想所主张的 宗教人的心理和民 说不成就到底你是讲什么 就是说不久的事 比我天生十欧 十欧 十欧的事比我天生 所以魯家思想就是 你不爱不够的事 没人了解 到底你是讲什么不知道 对 你说人 到底你说什么 责了两千多年 是你去没人结婚 空主讲到很多 讲八九十八的时候 没人知道的事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说的是我没办法去解释 对吧 就是说 史上没有政策 要当世界 中国本身是没有发展到天下 只有发展到零里而已 没有办法 从根底去思考 是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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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古早的 就是 你看到西洋 比如说 马卡丹尼 和阿弁尼廷 是来中国 一般的建筑中国 他们就是说 中国这些国家的文化 是这个 压 压压的文化 你的 藏格图案 是来看 那些文化 那我有一点 我想要说 现在时间都感觉了 你看 我们可以 这个 刚刚是 最先的 最先是说 那个 我要教别再去 什么 就是那个 中国是不是应该要分裂 分裂 我跟你说 因为 因为 我们来看这个国家发展 我曾经写过这个 国家之更名书的 小社区 小社区的国家更名书 因为怎么样 因为 比如说我们从 做起来看 国家的发展 这个近代国民国家 是为 那个产业革命 跟 法国大革命 比较多 我们现在 现在 所 这个 我们一面子里面 所思维的 国家民主使 差不多为 那个 到现在 差不多 200多年而已 但是 看那个数字 就是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谓的国家 全世界 国家差不多 全世界大战 现在已经超过了 200 就是说 六十年来 这个国家 它仅仅有所谓 它就是 已经超过的 那种 抹擦 就是说 这百世纪 它超过三倍 国家的所作 就是说 为什麽 如果国家 那些很多 就是说 那些 经过三倍的 那些 大国 大国 大国家的 分裂 就是说 那些 二十世纪的初期 那些 所有 包括 千亿帝国 和 土耳其帝国 和 那些 俄罗斯帝国 那些都分裂 本来国家 到那些 二十世纪的初期 所有的 没有到 一千天一年 那些 有一个 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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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之有岁的国家 全周本来是没有 现在逼之五十个国家 全边 就是说 到二十世纪 都忘记 导致 缩小的 都算不得 就不知道的国家 那国家是在哪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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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正面 我有 下跪 我本来 私北 正面 问 你有什么 证明 比如说 我 问 那个 那个 的 我那個位子新聞說 你有辦法民主什麼基督 說不出來 就是說 說到說出來的時候 我跟那個政策說 我聽見說 你有什麼中文我盜民主 我所有的 當作民主黨人說 你有什麼這樣的政策說 就說不可能民主主法 我有下過差不多10個理由就是 中國不可能民主法 因為這個國家的力道 本身的問題 我也有這種問題 當時我都說了 最主要就是 我的本宣傳是說 中國只要那些國家的存在 不可能有什麼民主法 這算是說民主法發展的 這就是人類的民主來看 這種絕對沒辦法 因為這個政策有到幾十年了 差不多有六十年代 開始政策到一萬一千 當時有所謂的民主也不當然 我就問問說 你說我聽見 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他說 說得很清楚 我說一個問題的位子新聞說 問說 問說 欸 那我問你一行就是 教授說 社長大陣子要做你的事 你換人知道 他說 啊 這個要全國這邊帶給我們大會前進 我就說 那個事就不用跟你們說了 有很多的啦 我想說 如果時間是要慢慢的 不可能就是 存在這個結構的問題 這是像那個 自然的那種原理跟小的原理 所結構的 所以我是說要先前做 這種 待這時候 我就說要先前做 這種的時間 要一直的時間就要先 請開始 我們謝謝黃老師 因為看到你們小弟的時間 其實時間 我們已經 我們的那個時間是結束了 不過呢 我們會後 我們很歡迎大家留下來 繼續跟黃老師交流 然後那個後面 後面那個前衛主管社 有那個黃老師的書 在那邊 大家可以看看 有醫院的話可以購買 如果他是讚好 關心的話 你會讓她追得到 那邊 你會試這個一下 抗一下你們的畫面 請你們好 請他們 你先來 知道嗎